第六个 见结 生见 边见 斜见 知三也 所以见结包括这三种 第七个是 取结 见取见 借敬取见 二种之取着也 这个取结是见取见 借敬取见 两种 把这两种合起来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成见 某个人成见很深 借取见是音上的成见 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 所以一个是音 一个是果 这都很麻烦 都是我们坚固的执著 第八是 千结 千夕己生命财宝也 这是一般我们常讲的 小气鬼啊 很吝啬 自己有钱财呢 不肯不施供养 第九 几一节 嫉妒他荣妇也 他有这个嫉妒 别人有超过他的地方 他心里很难受 另外呢 我们再来报告一下 在佛学常见词汇里面 也有解释这个实实 实实也叫做实惑 迷惑着惑 惑 实根本烦恼 第一个 贪 贪爱五欲 五欲就是财色明十岁 第二个是称慧 第二个是称慧 称慧无忍 其实我们大家之所以有这个称慧啊 就是忍不住啊 很容易发脾气 第三个是吃 愚痴无明 什么叫做无明啊 意思非常好解释 就是不明白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对什么不明白呢 对所有事的真相都没有看清楚啊 都误会了 第四个是慢 骄慢自打 第五是忧 忽以猜忌 第六个 身见 直取无蕴根身 凡夫呢 以为这个身体就是他自己 他不晓得 无蕴皆空 了不可得 第七个是边见 直取长断二见 这是属于邪见 什么是常见呢 他认为人死了之后 以后再来投胎 还是人 断见是 他认为死了之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都是错误的 第八个是邪见 帮无因果 坏诸 善事 邪见里面最严重的 是不相信因果 这不但破坏自己的善事 也破坏别人的好事 第九是 见取见 这是成见 支持成见 非果 即果 就是果上的成见 不是真正的果报 他以为是真的 第十个是 借敬取见 支持不正见 非因 即因 他支持不正当的见解 什么是非果 即果 像一些天人 他修禅定 升到 这个 四空天 他就以为呢 我已经挣得 大半夜盘了 我已经无量寿了 可是最后呢 当他的禅定 要消失的时候 他快要死之前呢 他晓得 寿命到了 这个时候 他就啊 放福 放法 他认为佛呢 说假话 他不相信 这都是在早夜 这是他的误会 所以啊 升到四空天的 这些天人呢 大多数 都是堕到 无尽力 还有很多是 色界天的 而非因 即因 这个即啊 是说 他自己 自以为是 像在印度 有很多修行人 他就看到 一些牛 死了之后呢 升天了 他就在那里想 为什么牛 死了之后 就升天呢 那牛天天在做什么呢 他也观察 观察之后 他就学牛 因为他以后想升天嘛 牛每天做什么 吃草 帮人呢 耕田 所以从那以后呢 这个修行人 他就开始吃草 他不吃饭的 也不吃菜 他就啃那个草 帮人的耕田 他以为这样子 可以以后升到天上去 这是错误 想法 那么这个牛 为什么能够升天呢 因为他前世 也是断了修缮 可是临终的时候呢 一时迷糊 就剁得到出生道去 但是因为他 阿赖也实里面有 上品实善的种子 所以这一身的果报 报尽 他的神识呢 就能够升天 不读佛经呢 很多真相都不清楚 前五是五顿使 后五是五力使 前五是贪嗔痴慢疑 为什么说他是顿使呢 就是说他的根性按顿 发作慢 不容易断 所谓的藕断思念 也就是讲习气重啊 后面身见边见 这个是利 利是他发起来的时候呢 很猛利 但是呢 好断掉 容易断 使是烦恼之别名 因烦恼能使众生 流落于生死 这就告诉我们呢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 是因为有这个五顿使 五力使 所以佛教我们大家 要把见识烦恼 通通通通都放下 这些呢 都是造成了六道 这个结果 从这个也告诉我们 六道是真还是假的 假的 为什么 无顿使无见识一放下 或者说把见识烦恼放下 六道呢 就不见了 你就生到哪里去呢 就生到四圣法界 所以我们对于现在这个地球 不能够知足 为什么 假象 这不是真的 能够随顺呢 佛陀教诫的人 是有大智慧 大福报的人 假如我们把这些现象 都当作是真的 那就变成什么呢 锁之章 因为佛没有了结 没有了实 他就能够得到一些智慧 大智慧 他们的信德呢 全都显现出来 智慧德能向好 在佛来说 全都出现了 所以他们有资格 接受一切大宗的供养